腾讯体育7月26日去,随着电竞产业的不断发展,电竞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重视。 在即将举办的亚加达亚运会中,电竞作为表演项目入选,而在2022杭州亚运会,电竞将作为正式项目入选。 近日有消息称,2024年电竞将有可能首次亮相奥运会,为了更深的探讨游戏和奥运的合作,上周末国际奥运会和国际单乡体育联合会,GISF在瑞士洛桑举办了Sports论坛。 这次论坛的目的是开始对话,以建立连结和理解,并为电子竞技、游戏产业和奥运体育运动之间的未来合作搭建平台,超过150名来自游戏界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中包括守望先锋职业选手Jicob Laren,作为代表与国际奥运会主席Dummy Spock,进行了对话。 在场的还有守望先锋联赛专员Nate Neather,前NBA球员和电子竞技投资人Rick Fox等,在论坛上,运会者讨论了潜在的合作机会。 例如最重要的一点,游戏能否成为公认的奥运会比赛项目?然而论坛中并未对此做出某些决定,而是旨在围绕该主题进行广泛讨论。 国际奥运会体育事务主任Kate McConnell在声明中说,电子竞技论坛是一个听取各种利益相关者意见的难得机会,其中包括一些顶级游戏玩家。 人们一致认为,未来的任何形式活动,都将支持和繁荣奥林匹克比赛本身的价值。 虽然本次论坛的目标不是研讨如何将电子竞技纳入奥运项目,但我们正在进行对话和接触,并且我们有计划,有能力协调和支持奥林匹克运动,与电子竞技进行更广泛的接触。 下一次讨论将与10月在布宜洛斯艾利斯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论坛上进行,电子竞技联络小组成员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员将参加,之后,11月在瑞士的GDRSSF论坛上会进一步进行讨论,然后是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AMOC大会上与全球206个国家的奥运会进行商议。 最终,国际奥委会将于2018年12月在峰会的议程中对电子竞技师傅正式加入奥运会进行投票。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名单将在2019年开始确定,并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正式公布。 2017年奥林匹克峰会之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乡体育联合会成立了电子竞技联络小组。 旨在在奥林匹克运动和电子竞技及游戏利益相关方继续进行沟通和接触,以确定潜在的合作领域。 去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如果电子游戏最好能进入奥运,暴力的电子游戏很有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巴赫说,我们希望促进人们之间消除歧视,消除暴力,更加和平。 然而这和具有暴力,爆炸和杀戮的电子游戏不相符,我们必须划清界限。 巴赫表示,像飞飞和NBA2K这样的游戏,更有机会进入奥运会。 虽然电子游戏能否进入巴黎奥运会还没定论,但2022年杭州亚运会已经正式将其列为比赛内容。